老家真的很美 在农村的空气特别好 今天晚上本来我打算睡这车里 耿耿睡家里的 但是我们现在又要去城里了 嗨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今天回到农村老家了 就是来看看我妈妈 现在我们又要去城里 因为明天在成都还有事情 农村除了这个路不好 其他都挺好的 以后我们这边路 也会全部硬化 其实这个路下面已经是硬化过的 就修路 每天被那些大货车 油那个泥罐车 那东西 弄的这么烂的 现在10点40了 把车停到这里休息了一下 要准备接着走了 昨天晚上我们就住的这个公寓里面 把床车上的这个被子 拿来了 我们一人睡一床 把灯都关好了 下一次不知道要等什么时候再来了 我现在出发要去找一下财务 因为这个注册到这边 就是要经常往这边跑 我又不放心 因为我这个人超级没安全感 像我做这个账号到现在很快就5年了 希望把事情忙完了就回去 能跟小芳见面 如果想着今天白天过来的话 到成都这边可能就下午了 因为也担心白天堵车 热的拿起就好了 之前也说过一切都要稳稳的 慢慢来吧 有时候虽然我说过什么 答应了什么 有时候随着工作环境 随时都会做出调整 但是长期的那种大的规划 我是不会变的 时间过得好快 我们在成都冻一下 吸一下 现在就马上5点了 现在回去还有三个多小时 小鹏说的他今晚也要到蓝葱 到时候回去吃个啥 吃个火锅 今天我们就要赶回去 所以说今天也不去太古里了 我之前来的成都好几次 我也没怎么去逛 先是到蓝葱8点 靠左前方进入主路 小鹏也说7点都能到 现在上高速了 回蓝葱还有两个小时 到第一个服务区还有42公里 拐口服务区 不过那个地方加油也差不多 你看现在续航还有128公里了 昨天加的591 现在才跑了400多 就感觉这个油好贵 而且我这两天都是跑到高速 高速都要贪这么多了 这个车除了耗点油 别的目前还没有找到缺点 到了怀口服务区 在这边去加油 点是这里到蓝葱 还有一小时40分钟 好累啊这几天 不过好在事情办的差不多了 这个车约好了明天一早去贴膜 我们终于到蓝葱北收费站了 很快就能见到小鹏了 他比我们早到一个多小时 回到蓝葱见到小鹏了 好久没见 是有好几天了 对 那之前是很久没见 就两个月了 对然后就见了两三天 然后魏姐就赶回来了 对啊 对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现在吃吃点冰粉在这里 找个位置坐一下 小鹏是从荔江到蓝葱的就特别累 然后这两天我跟耿耿也是跑来跑去 也特别累 今天就想早点休息了 小鹏说的是他很快就要回到山丘 他应该明天会拍视频说吧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